謝謝各位同學們跟老師們來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Togo在做什麼東西 可能大部分人都覺得說這是一個 聽到我們公司覺得我們是一個做電動摩托車的公司 沒錯 我們的產品是電動摩托車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把我們自己定義成電動摩托車公司 我今天花一點時間都會講一下 這個公司到底在想什麼 做些什麼事情 那現在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他現在還算有一點點下跡的成績 可以跟他分析 第一件事情是挑戰 就像陳如康南御少林專 其實在台灣這個整個PM2.5的汙染 大概37%是引氣機車 在整個台灣 另外三分之一是從對岸飄過來的 這個沒辦法控制 還有三分之一是本地的這些工業 商業所產生的 大概是三分之一 然後呢 如果你去看ODEP就是這個叫做 經濟和做計劃的 34個成員國裡面 台灣的PM2.5的濃度可以排到第二名 第一個呢 我們不是ODEP的成員國 因為聯合國的關係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背景我們就不再想說 可是比起其他的ODEP成員國來講話 我們空氣真的不是那麼乾淨 第一張的是誰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用講 但是我們不是很乾淨的結果 其實我們空氣是有很多很多的誤然的 這兩個數字呢 我覺得特別值得各位來想一想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跟莊局長都還沒到 我們之前在台北市跟他報告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講過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 總局長跟台北市政府有一個政策方向 是希望盡量減少機車在城市裡面 他們的著眼點是什麼 是安全 交通安全 因為機車有很多意外事故 右邊這個數字叫1819 就是應該是 我一個忘記是去年還是前年 台灣因為交通意外事故而死亡的人數 1819人 左邊這個數字是什麼 是8600 是台灣一年因為肺部呼吸道產生的癌症 而死亡的人數 右邊這個1819裡面 大概交通事故與70%跟機車有關 所以算一下大概1500人 左邊那個數字是我們要呼吸的空氣 跟我們每天的呼吸有關 這兩個數字差起來將近是快五倍 換句話說什麼 有一件事情我們很關心 就是騎機車很危險 我們希望能夠減少它 可是有件事情我們還不夠關心 是對死亡人都有危險 就是我們呼吸的空氣 今天不管你是郭台銘 你是柯P還是小第五 還是各位同學 不管你的收入多少 那呼吸的是同樣的空氣 你在外面走到街道走的時候 你在停等公車的時候 你出來跟朋友逛街的時候 我們的空氣沒有對誰有特別的誘悔 所以如果空氣不好 就像剛才補小娘 對我的影響 我可能了不起 在地球再回合30年35年 各位 你還有五六十年 這個空氣怎麼辦 這是我們在看的問題 這就是台北每天 台北連外橋梁共11座 每天都有機車這樣子進來 那這個台北橋已經是 全台北市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 日本人來跟外國人來 都會去這邊特別照個項 這個它的全名叫做機車瀑布 就是早上七點鐘一直到十點鐘 一直不停的有車下來 沒停的 我相信各個同學可能都已經去過這個地方 城市空污死亡率是一件 我們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 大家為什麼來到城市裡面讀書就業 因為我們都知道 城市裡面提供更多的機會 如果你希望能夠在台北找到 能夠在台灣找到最好的工作機會 可能大部分人會想到先來台北試試看 大的城市有更多的人聚集在這裡 而且有更好的機會 所以大家過來 但是到回來 大的城市也因為更多人聚集在這裡 它的污染更嚴重 如果把人口堆疊上這個空氣污染的嚴重性 你會發現這個叫做城市空污死亡率 很不幸的 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都是在大部分城市都是在揚州 而亞洲因為這些空氣污染影響 而死亡掉的人數也是最多的 這是一件不爭的事實 我們希望能夠逐步改變它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刻不容患 其實我們這個SPA已經放了好幾天 昨天大家都知道應該是台灣 可能是 昨天還是前天是台灣有史來 PM2.5的濃度最高的一天 同一天在瀋陽 在中國大陸瀋陽 測出來的是有史以來最高的PM2.5的濃度 是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是什麼意思 是標準值了四十倍 就是換句話說 你在外面你走一公里 你就準備要少過好幾個月的生命的概念 我以前在北京待了五年的時間 我剛去的那一年 剛剛好是北京的奧運那一年 那一年 天氣天空是神奇的 永遠是藍色的 就是有辦法 我一陣子就會下雨 把所有東西沖乾淨 然後這個天就是藍藍的 我在北京待到第四年的時候 我們出門的時候 如果我不戴口罩 我覺得我在自殺 所以我後來決定搬回台灣 我想保留一條小命 可以繼續活下去 空氣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2030年的時候 全世界大概會有41個千萬人口的城市 而這些城市代表了更多的機會 現在這個數字是28 換句話說在未來的15年裡面 幾乎每一年會成長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 最近一個達到千萬人口的城市 是去年年底的雅加達 上到1000萬 1000萬是什麼概念 台灣沒有千萬人口集的城市 中國大陸很多 北京有2300萬將近人口 在北京市裡面 上海大概也是2000多萬 在上海市裡面 台灣要把北北基 陶這個地方加起來 大概930萬到950萬人口 這樣一個生活 這個都會區叫做千萬人口城市 未來呢有60%的人都會居住在都會區中 各位你我 你們去算一算 你們的家人朋友 是不是大部分都居住在都會區裡面 而我們都會碰到幾個一樣的問題 就是這些地方的空氣 鄉下跟台北的空氣哪裡好 各位都知道鄉下空氣比較好 可是我們都在台北裡面求生存 求進展 而這些人未來他們會花大概薪水裡面的5% 就4.8%左右來購買汽油 購買汽油唯一的使用方法是燒它 各位沒有你買汽油來喝的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燒它 燒了以後不管你在什麼地方燒汽油 你都會產生排放 這些排放有些是我們想要抑制的碳排放 但是還有一些是我們根本不想碰的 包括了氧化鈴 包括了氧化鈴 這些東西其實對我們的身體有很多很多的影響 而這些東西怎麼樣能夠讓在它這次的視頻的消失 至少在我們人口密集的地方消失 所以有一個公司非常成功 叫做Tesla 大家都知道如果講到電動車 如果不知道這個公司想去查一下 各位現在去買股票還有機會 它幾乎是已經成為這個電動車的一個代名詞 如果講到電動車的力量 Tesla非常成功 美國其實花了很多的力量 包括了美國政府 包括了加州政府 包括了市政府 包括了市政府 洛杉磯 都花了很多力量來灰形電動車 因為他們發現這是沒有力量太嚴重的 所以呢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在很多的路上設了這個充電裝 讓你在路上可以充電 那其實在美國特製斯大救濟站 它現在要求所有的新的建築物 的地下行車廠 百分之五十的車位 一定要設充電裝 當作一個硬的硬性要求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不給你建造 所以你就幫我幹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裡面充電 可以在上班的地方充電 解決了取得能源的問題 這個城市呢 是意大利的羅馬 它跟台北有一些地方很像 比如說停車 你可以看到一排 兩排 三排 四排 五排 在台北市裡面 如果有任何地方可以停車 你會想像 大家都會盡量把車給停上去 因為車位挺高 這是另外一個城市 是在意大利的米蘭 跟台灣一樣 很多人在騎機車 這樣子排列的 我們在想說 如果有任何一個城市 跟我們居住的環境一樣 它連停車位的停車表 收費都不見得那麼容易操作的時候 請問它怎麼樣去設立充電裝 你要補充你的能源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再給各位看 這就是板橋的捷運站 的轉換站 很多人騎車 騎摩托車 騎到板橋 然後在板橋停車 坐捷運進到城市裡面來 這裡面怎麼充電 我也不曉得 這個更厲害了 這個可能不知道 這應該是全台灣 最大的機車停車場 這個地方是台中的靜宜大學 OK 在這個地方 停車的問題不是充電 是找到自己的車 對不對 你停在某個地方 結果然後上車上來 那我這樣趕客趕到很急 我車停在哪裡 可能就直接找不到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充電是有一點辛苦 我們認為 沒錯 電動車的方向跟機會點 似乎來了 可是 好像這些東西 要把它移植到 我們生長的環境 台灣 或者是東南亞城市 它還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困難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開始改變 我們認為 讓空氣變好這件事情 非常重要 同時 我們也認為 電動化會是個趨勢 剛才我們跟李先生聊 有很多人說 你們電動車 電動車用的電是怎麼來的 還不是燒煤燒油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環保嗎 就好像也不是這麼的乾淨 但是 有幾件事情 是不變的 我們就說 現在有很多的再生裡面的可能性 不管是開門 不管是風力發電 不管是潮汐發電 它們都可以產生電力 當科技往前推進的時候 這些電力產生的效率會越大 第二件事情 發電這個事情 不會在你家隔壁發生的 海南最大的發電廠在哪裡 現在就是台中的這個燃油發電廠 它是在城市外面 同時呢 是集中管理 所以你可以對它的海屋 去做一些有效的處理跟管理 但是有一件事情 各位沒有辦法管理 就是在台北跟新北 光是這兩個城市 我註冊的機車車口數是300萬輛 其中有50%的機車 是超過7年到10年的舊車 換句話說 他們當時通過的環保法規 是非常的簡陋的 而他們還在這個馬路上行駛 如果他們繼續在路上行駛的時候 燃燒汽油排放出來的污染 就會明顯地比燃燃 而燃燒汽油去產生電 要多很多 更重要 一個是在城市裡面 一個是在城市外面 所以我們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敢說 電動車是環境污染問題的 終極解藥 不是 是0跟1之間的一個方向 我們希望從污染問題慢慢的減少 但是沒有辦法有任何一個東西 直接跳到0沒有污染 你說現在的汽油 沒錯 都是燒嗎 那難道提煉汽油不污染嗎 那如果提煉汽油不污染 那高雄那邊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問題了 對不對 所以提煉汽油也是污染啊 所以我們講的不是一個0跟1的問題 我們講的是 怎麼樣讓1 庭建變成0.9 0.8 和1.7 把庭建上這個環境變得更好 我們認為在未來 所有東西都會聯網 我們叫做connected features 連在一起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相信這天應該很快就到了 當各位走進這個房間的時候 應該他會慢慢把燈給打開 如果他有足夠的sensor發現很多 當各位走進來坐下來以後 一陣子以後 因為溫度慢慢起來 所以理論上如果有sensor的話 他冷氣應該吹強一點點 對不對 好 當我開始上來講話的時候 因為我要做connected 他發現有個人站在這裡的時候 他應該會把前面的燈給打暗 他就會 咦 我就開始 present 等到我把電腦合起來那個瞬間 他應該把所有燈打亮 因為他知道我connected結束了 所以他應該讓大家可以討論 當我們發現有這些sensor 放在我們環境中間上 他就可以開始做更有效率的能源控管 也可以讓大家生產變得很方便 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相信一定有一個更好的能源消費的方法 而且我們希望能夠讓它變成一個正向的動力 台灣其實不缺動能 台灣的動能是四散的 是有時候是互相衝突的 我們希望把這個動能帶到一個前進的方向 我們都希望明天比今天變得更好 但是我們就把那個方向給累積的時候 它會互相比較 我們想要做的其實真正想要做的是一個 叫做GoGo的能源網路 一個更聰明的智慧的能源補給網路 今天我們做的車子 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在這邊 一台電動機車可以跑很快 然後用很好的材料 然後台灣設計製造 但是這只是其中的一個application 一個應用而已 我們真正想做的是後面的東西 能源網路 能源網路一旦附件出去有很多優點 譬如說現在在台北市跟新台北市 我們大概有85個換電站 這85個換電站 它可以提供我們車子的能源 譬如說當你的車子騎到沒有電了 你就把你們兩個電池拿出來 塞到這兩個空格裡面 然後6秒鐘之後 它讀了所有的資訊以後 再吐出另外兩顆已經充飽電的電池 你放回車上就可以離開 那基本上中間你不需要再繳錢 不用再停下來開什麼油箱蓋 你只要做的就是 最近跟我們有一個月住的狀態 有點像各位今天在聽的 TKBOX SPOT的話 就是一種service 一個月費的改變 所以你很快可以取得能源 未來這個電池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用品 今天我們提供的是兩輪車 哪一天我說一定可以坐一個三輪車 四輪車 有頂童的小型的汽車 甚至再想明一點 台大校區這麼大 草長出來要不要除草 要 你現在除草機是拿什麼東西去去去弄它 柴油車 柴油的引擎 就柴柴柴柴柴柴 上課的時候好吵喔 聽到我是在講什麼 或者說對不起 害我睡不著了 很吵 有一天它可以電動化 它可以用這個電池 有的時候你在這個大安森林公園 發現他們已經在這個 在清掃行道樹 已經不是用掃火去掃 拿著那個blower 那個吹風機 掛在身上 吹把所有葉子吹在一起 然後把它清除掉 那也可以電動化 只要是在城市裡面 不是非常有效率的 在燃燒石油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享用化 或許各位有去賽過卡丁車吧 對不對 你如果知道有一天卡丁車 用電動驅動的時候 那東西多好玩 你會發現很多生活的東西 都可以不要製造噪音 不要製造音感 但是仍然有它原來的效應 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二輪車輛只是我們的開始 我們希望有一天 可以慢慢的下去 再來就是智慧型手機 也因為透過智慧型手機 跟車子的連接 所以我們有機會 去拿到車子的用戶 是怎麼樣使用它的 班偶會不會再分享一些 我們已經有的數據 你可以發現 這世界是想的 我們想的 跟世界上 其實是運行的話 有點不大一樣 大數據也是我們整個 這個作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有關 因為透過使用者 每天累積的數據 我們有辦法知道 他們是怎麼樣用東西 或者我們能夠 怎麼樣更好的服務科目 對於我們來講 要能夠取代掉 現在的汽油車 它有一些基礎發生要去滿足 台灣推行電動機車 已經推行超過四秒的時間 我想問終局找 待會台北就知道 四年來 其實成果都有限 都非常有限 每一年政府想要提供的 電動機車的購買補助 從來在過去四年 沒有一年用完過 沒有一年用完過 就是換句話說 政府想要推 但是用戶不想要買 今年是第一年 台北市跟新北市都被用完了 因為我們開始賣車了 我有點自豪的講 那是因為我們開始賣車了 所以它一下 用完了 然後才會說 那用完了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他們想說 那我們該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在問客人說 你為什麼不買電動機車的時候 過去四年來 為什麼不買電動車 他們說 有四個大問題 我不買電動機車 第一個大問題 情況 你的印象裡面 電動機車大概都是騎 四五十公里 五六十公里到頂了 但是你現在隨便買一台 100cc的車 不要125 100cc 110cc的車 騎個七八十 就是piece of cake 小事一件 對不對 我去買一台車 騎得更慢 很辛苦 我跟朋友一起出去 去個陽明山 結果我爬不上山 然後呢 我又騎得很慢 過兩天就沒朋友了 那我看看買電動機車 這道理 騎不快 第二個騎不遠 電動機車都是因為要充電 所以呢 它有一個電池的 被電池續航力所影響 過去電動機車大概騎五十公里左右 就要沒電 換言說你再開始充電 你想想 我去跟朋友一起去淡水 為了我 他們不走淡金 他們不走那個陽金過去 他們要走外圍 沒有一個車爬上山 結果呢 走陽天的繞路 到一半的時候 大家停下來等我充電 他們家裡有三分鐘 我充個電三小時 哇 又沒朋友了 所以充電 這個所謂的 騎不快 騎不遠 充電的地方不好找 各位 都住在台北市吧 在這邊上課 不管是租房子還是自己的房子 在台北市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台北市房子 其實是公寓 大概四樓五樓 如果你在公寓裡面居住的時候 請問你的龍車停在哪裡 很多公寓是沒有一下停車場的 只能停在巷口 對不對 就是巷口 如果上次你能找到停車位 有時候你回家 喔 有車位 心裡還爽一陣子 對不對 剛好可以停下去 你怎麼充電啊 你住四樓 你空投一個這個延長線下來 結果第二天發現 除了你的車子沒有充到以外 其他人的手機全部都充完了 沒有辦法 所以充電是個大問題 再來我剛剛講 充電時間很長 大部分你要把一個車子 從沒有電 充到完全有電 大概六個小時倒掉 換句話說你要充電 一整個晚上 這四件事情 讓人家就是說 我幹嘛花錢去買一個最收 我又騎不快 又騎不遠 中間的地方又很難找 在學校不能充 在家裡不能充 然後呢 中間時間就這麼長 所以沒有辦法接收 所以當我們開始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第一開始是把這四件事情 如果有什麼辦法 一定要把這四件事情 完全的去除掉 才讓大家有機會去接受它 所以我們設了四個指標 第一個呢是性能 它必須要跟125CC有接近的性能 如果不是超越 起碼要接近 第二個是操控跟安全 它必須是同級車裡面最好的 因為當你越用新的產品的時候 你越希望它可以帶給你更多便宜 操控安全 我們想做好 所以我們後來用的 是因為你能夠在操控跟安全上 達到最好的問題 再來是續航力 我必須老實講 今天有任何人賣很多電衝箱的工具 說它比汽油車可以跑距離更遠 它就在騙你 包括我在那裡 沒有這種東西 今天沒有 可是我們認為科技的遠近 可以讓我們的電池技術 有機會在那一天達到 它的距離會比汽油更遠 有一天不是今天 就好像各位 五年前你買的手機 或者更早 如果你有拍幾個手機 跟今天的手機能比嗎 不能比對不對 可是你那時候買手機的時候 那搞不好已經是市面上最好的 還有工作就是這樣而已 可是你有辦法想像 五年之後的手機 是否則很厲害 我是想不出來 我認為我很厲害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告訴它 我也認為在五年之後 電池科技 可以變得非常厲害 當有一天用電比 用油便宜 而且可以跑更遠的時候 你們的選擇都會是電動車 這時候我就不用推了 大家都會這麼選擇 就像你現在去買電視機 買手機 你會買不是智慧型的手機嗎 你不會 你會買不是平板的電視機嗎 你不會 因為科技已經翻轉了 我們認為科技有一天會翻轉 今天我必須老實告訴各位 沒有電動車可以跑去汽油車園 沒有 但是一定萬事有個起跳點 起跳點是什麼 一百公里 這是我默認大叫做 如果你的電動車可以跑一百公里 我心理上覺得比較安心 不只是心理安心 其實它是後面有數據在支撐的 台灣平均 這在一百零二年 交通部運營所會的 運輸年度報告 台灣一個月 平均機車用戶騎的距離 一個月每個人四百公里 另外一種叫做高分量的駕駛 就是它騎得比較多 可能上班上班就每天要騎人 平均一個月六百公里 我們就拿六百公里來講 六百公里除上大概 我們講的是二十天或二十五天 因為你不是每天在騎 有些人不會騎 大概一天二三十公里 搞定 所以如果是一百公里的距離 你大概三四天換一次電 你覺得可以接受 現在各位的智慧指頭 其實每天好像充電 因為你每天用電動車 對不對 但是三四天換一次電 你心理上可以接受 一百公里聽起來是個大數字 也絕對可以接受 我都會再告訴你 實際上又不花幾天再換一次電 你會看那個數字怎麼去 最後一件事情要創入心 我剛才是問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五年前你買手機 五年前這手機 跟現在手機的變化應該滿多的 大家都很清楚 五年前的汽車 跟現在的汽車變化差不多 也非常的大 我要講的是一點點變化 是非常大的變化 今天的汽車 它會自動倒車 自動停車 自動跟車 搞不好它會自動駕駛 這兩個禮拜前 Tesla新出了一個新的frameware 它把所有車子就變成 可以自動駕駛 這些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那我想問各位 五年前你買的機車 跟今天買的機車 什麼不一樣 我問了這個問題 問每一個我們碰到的客人說 朋友說 五年前你買的機車 跟你今天買的機車 有什麼不一樣的 陶瓷氣缸 你知道陶瓷氣缸 我在念大學 我在這個地方念大學的時候 就有陶瓷氣缸了 什麼噴射影機 我大學畢業以後 就有噴射影機 雙碟煞 那時候所有車 很多車 只要是搭檔的都有雙碟煞 五年前的機車 跟現在機車 老實講 科技上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有些事你們都知道 五年前機車 比現在機車賣便宜很多 我講的是也是實話 去查查五年前一台車 但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一台機車撒滿8千塊錢 125CC很貴了 現在一台125CC機車 動輒是七萬多塊 你買個星星站 七萬九千五百塊錢 對不對 有很拉差意嗎 沒有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做一個不一樣的產品 把我們各位知道的這些3C 高技術 高能量的一些技術 帶到車的環境裡面 為什麼要這麼做 很多東西 一旦你跟它有一個很高的使用率的時候 這輿論產品要變快 變好 變得更快 但是很可惜 在機車這個世界裡面 並沒有發生 真的很可惜 我們希望能夠把科技的利用 帶到這個行業裡面 就好像我們找到了一個 真正的藍牌 如果各位的科技 這個科技可以讓各位的車子 一年比一年更聰明 你會不會覺得它價值更高 各位每次在iOS 從8點到9點 你有多少人去升級 Android 有新的版本機感 你去升級 你覺得你的手機好像有重生一樣 拿了新的功能 但你沒有發現 各位有哪一台車子 有做的這件事情 你的機車 可以今年的機車 比去年同一台車功能更多的 沒有 我們會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 每一年把車子升級 讓車子越用越好多 但是你的投資下去的身分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做了這台車 叫Smart Hooter 是會風的 很多人看到 就是一個電動機車 所以可能用過去的檔案說 你大概是跑不遠 跑不快 等等等等 其實這些已經完全被打破了 我們車子最高時速 可以騎到95 有人騎到100多 我們車子換一次電 可以騎100公里 我們的車子 可以跟手機連線 可以讓你個人去客製化你的車子 我們車子是鋁核心打造 水冷的電動馬達 所以它可以一直一直 不停的往前跑 我們一個週末 經常一個車區 就是180公里 200公里在跑 一天就一直在跑 沒有任何問題 這是科技改變這個東西 所有東西是台灣生產 台灣設計 台灣製造 這是我們很驕傲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產品是屬於台灣的 你要是知道 如果現在有任何一個記者 去問說我要找到全世界 有一個品牌或一個城市 附建了一個非常完整的 智慧的電能交換系統 而且運用在實際的生活上 只有一個地方 我找到這個系統 就是在台北 這個系統就是GoGo 很多的記者 待會可以看到 遠度從洋跑到台灣 就在報告這種事情 因為別的國家沒有成功 我們的電池也是特別 因為要有這麼多的電量 所以它必須要做得很安全 它也要做得很耐用 所以這也花了很多時間力氣 去打造這個電池 然後透過手機 我們可以讓客人客製化 也可以把它出去上傳 我們跟各位都講一下 我們會做什麼東西 好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電池交換站 這個交換站在台北市 其實已經有85座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 應該在桃園 就可以開到另外的8座 到年底之前 應該真正能夠名義的戰友 應該有120個戰典左右 然後所有計畫中的戰典 應該會大120個戰典左右 我們在車上裝了非常多的Sensor 每一台車上有30個Sensor 每個電池上有25個Sensor 你會說裝上這個Sensor 幹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好多好多的運用 有些是已經發生 有些是其他計畫中的 譬如說 任何一台車子 如果你的方向燈不亮 我們的Sensor會看到 然後呢 它會Push一個Notification 到你的手機上面 告訴你說你的燈不亮 你在交換電池的時候 螢幕上要跑出來說 你的燈不亮 你要拿去修 為什麼你對於燈不亮 這件事情有這麼大的要求 Demanding 因為你如果知道 台北市有多少轉動以外 是因為前面或旁邊的車子 沒有被看到而產生的 你就知道燈不亮這件事情 有多可怕 大部分各位在騎車的時候 或者是開車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尾燈不亮 上車之前 你的燈不亮是正常的 上車之前你的燈如果亮 你會擔心都會發不動 對不對 OK 上車之後 沒有一個人的脖子長到 可以看到後面的燈有燈 等到別人後面 看到你的尾燈不亮 想要追過來說 哇 誰要追我 趕快你就加速跑掉了 所以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的燈不亮 我們想要告訴你 你的燈不亮 因為燈亮很重要 別的事情 如果你騎車 騎乘當中 你的手機跟車子有別的 因為你車上有機Sensor 所以說你車子倒車了 在騎乘當中倒車了 我們會知道 你可能說在台北市裡面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重要 沒錯 可是如果你哪天跟同學約了 早上一起去海邊看個日出 然後你出門的時候 天還死乌其罵黑的 又剛好要走過這些 冰海的山路的時候 你摔車了 你要找誰 沒有人可以救你 老實講 所以如果有人騎乘中 連線中 這個計程車做得動 我們會想辦法 然後很多人會說 欸 先生 小姐 請問你還好嗎 如果你能接電話 表示基本上你沒答案 我們可以想辦法去處理 如果你連電話都沒接 那下面一件事情 我們可能會找110 想辦法去看看 你在那個最後的位置 能不能夠幫助到 這就是Sensor 帶給你們這個科學好一方 還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我的時候那時候 我台北市政的方案 現在還有人在做 台北市有一個很有名的方案 叫做入屏方案 我跟你講大家都聽過 入屏方案是幹什麼 如果看到那個路上有坑洞 打電話跟他的聲音 想說 欸 你這裡有坑洞 哪怕騰起來 或者有人在那摔車 或者是找人家交通街 知道嗎 當我們車子夠多的時候 因為車上有機身車 如果每一台車 經過同一個地方 機身車都不正常的作動 你不需要入屏方案 我都可以告訴你 那些地方也定有的 不知道是這個 原口在討論 還是路上有的 因為機身車在同一個時間 或者不同的時間 在同一個地方 不同事件 就表示那些地方的問題 很多的Sensor 在城市裡面 可以幫助 幫助城市跟政府團隊 的處境 來讓人的生活使用 安全更加效力 這是我在這個事情 在今年的年初 我們去了CES 就是 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 交易力場 所以我們發揮了兩場 有十七個優位 可以給我們講 我們沒有一個是 我去申請 說我去參加一三年 當時也在做 他們終於發 他們認為 他們發現了一個 新的產品 他把智慧科技能源率 全部放在一起 而且有一個非常分析的 方案 在這個參展之後 我們拿了十七個優位 兩百多片原創的報導 有兩百三十個城市 從全世界各界 希望各位可以到我的城市來 我們沒有選擇的城市 我們就是台北 為什麼 兩個理由 第一個 我們來自你的地方 我問各位 iPhone 零一年上的時候 台灣從哪一年首發揮 我在比我大概五年 我第一個 我在比 從那一年一年 新產品都達到成長 所以你至少改成 如果今天我們好不容易做一個產品 全世界都很關注 我們還拉到這個地方去 太緊張了 所有的東西 你們很笨 你們真的很傻 去國外賣賣 得了獎 賣得好 再回來 大家都會覺得你不用那個價值 可是我覺得不相信 最好的東西 當然要先承認給 先呈現給自己的同胞吧 所以我們在台灣 我們先來去台灣這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原因是 也是因為台灣的機車持能力 非常好 台灣有2300萬人 台灣也有1350萬萬機車 如果扣掉了年紀 不適合其 年紀小的沒有駕照 幾乎是一人一台機車 你的每個人的生命裡面 幾乎都擁有過機車 或者騎過機車 這是台灣的現象 第二名的國家 跟台灣差了一倍 台灣的平均 每千人的機車容量數 是583台 第二名的國家只有280台 那個國家叫做泰國 第三名是印尼 所以如果能夠在台灣 我們能夠一開始 改變它在七零十塊 我們相信這個東西 可以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幫助他們改變當地的環境 改變當地的交通 在這一年來 我們也陸陸續續 收到很多 包括日本 這個是德國 美國 台灣當地的報導 繼續在追蹤 我們做得怎麼樣 這個是大概兩個禮拜前的一個事情 Forbes 不比是 他做了一個全球IoT的新創公司的一個研究 他挑出來全球100大的物聯網新創公司 裡面台灣上訪的只有一個公司 叫Gogoro 第七零 但是如果你看這一牌 這一牌數字叫做成長指數 如果用成長指數 成長指數怎麼算 就是說你產品做了沒有 客人的這個 有沒有這是上市 然後呢 Internet上面就你的評價 你集資能力 你的管理團隊等等 如果綜合來看一個成長指數 哥哥哥 大概是100個公司裡面排名是第二名 我們覺得我們做對了一些東西 當然有些東西我們也沒做好 所以網路上的批評很多 有些人說你們可以這樣 你們可以那樣 我們都有聽到 我們也努力在做 但是我相信台灣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做得到 如果我們有興趣做 台灣有最好的能力去整合軟體議題 沒有一個國家有台灣這麼好的地方跟環境 可以在三個小時之內去到島裡面的任何一個城市 找到那個行業的專門加幫問題 這個房間裡的所有東西 台灣都做得出來 我講的是所有大大小小的人 可是你把這個事情搬到日本 搬到美國 搬到中國大陸 對不起 你一天之內處理不了這件事情 台灣有一個這麼好的環境 你各位這麼優秀的人才可以把心做好 肯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是做得到 但是做大的夢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辛苦的困難在各位前面等著他 這是永遠生活發生的 我們選擇在台北開始改變 所以這是我們的展間 你可以看到我們嘗試的盡量不要讓這個展間 看起來像賣機車的地方 因為它是你的生活 它是一個科技的產品 所以我們盡量把它做得更像是一個生活的延伸 這是我們的維修廠 這是我們的保養廠 我們老闆很灰 他說你一定要用白色的 當他說要用白色的地板的時候 所有人都哭 你知道嗎 幾乎是怪我 說維修廠做白的 你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去清那個地板 太好了 因為是白的 所以任何東西掉在地上 結果馬上看到 為了要保持它白 所以大家就會立刻去清它 如果今天地板是綠的 黑的 灰的 對不起 夠髒了以後你才會去動它 所以那地方環節不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可以看到 因為是白色 白色是反光最好的材質 所以我可以在裡面用最小的燈光 但是可以保持室內非常的明亮 而且白色讓你覺得有科技感 就往前面概念 很多東西我們都會考慮 怎麼樣讓消費者 都完全不同體驗 如果今天你使用了Google的車 變成Google的用戶的時候 我會相信有一天你要轉回油車的時候 你會有新的進入障礙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目前在台灣我們有 台北 但是台北 就是台北跟新美市有85個外面站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台北40塊裡面 已經非常多點都出來了 沿著冰海我們有一些點到 我們這個月只在拓展桃園下一個新竹 我們希望可以讓車子 一路從台北騎到新竹再騎回來 7月25號是我們第一台車交給客人 其實我們大量的交通應該是8月初 我們客人拿到車以後 就開始把車騎到各式各樣不可能的地方 因為他們只覺得說 電動車上不上得了山 下不下得了海 能不能騎到這個什麼地方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騎各式各樣的地方 關於大橋 這個晴天鋼 大船山 這台北市最高的製造店 石門洞 基隆港 全部都去了 我們車講說可以騎100公里 我們真的可以騎到100公里 我們說我們車可以上山 我們車真的可以上山 而且是雙載 而且還會 雙載還會超速 還是會吃法單 這些東西都已經被人家驗證出來了 對 到目前為止 GoPro我們在大台北地區的市場代表率是 電動機車的個人市場代表率是93% 換句話說 每十個人在台北跟新北市 買給自己用的電動機車 有9.3個人選擇的是GoPro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把電動機車的補助名 全部用光是因為這個原因 第二個 全台灣 我們只在台北跟新北販賣 全台灣每三個人 買電動機車給自己用的時候 有兩個人 是買的是GoPro 換句話說 其實所有的消費資金 是其中在台北跟新北 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用戶 一起創造了100萬公里的總里程序 我怎麼會知道 大數句子 今天沒有任何一個車廂 沒有任何一個能源提供業者 包括交易站 知道車子離開了我的這個商店的大門 或者離開交易站以後 他去哪裡怎麼走怎麼使用 沒有人知道 但是因為每一次回來交換電池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你的里程給lock下來 我們很清楚 我們在哪一月 哪一號的幾點幾分總里程序是多少 我們對個人的隱私沒有任何興趣 但是我們對於大家一起製造的一個行為模式 非常有興趣 因為這就是大數據 未來可以提供我們更好的能源 我們希望實踐社會城市 那我們到底做些什麼東西呢 我可以告訴你 很多時候 我們剛剛上市的時候 人家就說 買那個車一定是有錢人的玩具 如果是玩具 你都不會騎太多吧 OK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的數字 每個禮拜的數字都有些微調 上個禮拜數字 我們全體用戶平均每個禮拜 騎乘的里程數是147.1公里 每一週 換句話說 一個月他們要騎快將近600公里 買玩具沒有人騎600公里的 600公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是台灣平均高路量的 每天在騎車的人在騎的 我們用戶真的騎了非常多 多到已經完全不用油車的機車 甚至很多人的汽車 很多的時間沒有去發動它 這是一件事實 這是數字跑出來的東西 第二件事情 到底可以跑多遠 我們現在路到最高的里程 真的跑的話是131公里 交換過一次電視頭 每次交換電視的剩餘電量是37% 所以人家一直在買車這些就說 你們電視用光怎麼辦 尿槍怎麼辦 你夠了我怎麼辦 一大堆問題我告訴你 大家都是聰明人 你社會不會想自己發麻煩 你快要沒電的時候 你就會去換電 而每個人去換電的時候 大概還有37% 三分之一的能源還在這車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行為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的換電站能夠多 而且你換電只要前前後後 大概只要30秒 從你近站 開椅電 拿出電池 塞電去 認證 彈出來 放回到這個電池槽 蓋上電走 30秒鐘 各位 如果你能30秒鐘進出交換站 那一次加油算我的 沒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光是把車停下來 光是把那個油管拿下來 插上去 就算你只加一公升 你還要付錢 還要打發票對不對 這不是你們控制的 完了以後你才能走 所以 因為補充能源變得非常快速 所以其實大家不覺得 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來能力補充 換句話說 很多我們的客人 經過加入站的時候 空空 對不起 經過換電站的時候 就先換著電再往前走 所以才會有一個蠻高的省電 換句話說 我們真正 我們的現在大概有2000個客人 在路上跑 真正用到沒有電的客人 0.0幾個% 大部分人都會跑到沒有電 沒有人要找自己忙 我們有85個站 但是實際上 40%的交換 在10個站裡面發生 大家都說 你在台北市如果沒有比加油站 做到更多 就是不方便 這是 印象上的不方便 各位有沒有想想看 台北市 新北市交站夠多了嗎 你們去機車加油的時候 你每個站都去嗎 沒有 你大概去的就是固定那三個站 五個站 除非你跟同學一起出去玩 不然的話 你家的地方大概就是兩個三個 每個人的生活模式 是非常固定的 取得能源的方法也是固定的 所以呢 我們從數據裡面看到 其實大部分的能源交換 都在一些固定的場合發生 所以才會有40%在裡面 10%的交換站發生 但是 倒過來 大家都希望加上 這個換電站的固點要更多 就會更方便 這個我也知道 只是一個是心理層次的認知 一個是使用層次的這個數據 我們從那邊可以看到一些段落 我們還會繼續蓋站 蓋到更多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相信 最後其實我們要看 很近的是滿地的站 而是有更大的capacity的站 讓更多人可以在那些站交換 比如說我們有一兩個站 比這邊很近 是交換的熱點 我們有一個站在信義路上面 是交換熱點 我們有一個站在我們 八等路的店裡面 也是個交換熱點 我們看得到哪些站 大家最想用 我們也很清楚 幾點到幾點是換電的高峰 各位你知道 一般人取用能源加油站的時候 會幾點到幾點是高峰 都是早上或晚上對不對 實際上數據告訴我們 早上從來不會是高峰 永遠是晚上 為什麼 拜託我趕著上班 我去加油 要不是最後 真的最後一地油都沒了 沒有人在早上都加油 所以在早上 在每一天大概下午四點到五點之前 其實都是非常平均的用得不多 可是快要到下班的時間 大概四五點之後 一直到五上九點 都是大大全能源的高峰 這個是數據跑出來的 所以我們也有別的方法 來打正客戶的實用方法 這個可能有時候 我們有時間會來玩 平均換電的日期 我們算了以後 三點九天才會來 才會換一次 三點九天才會換一次 所以跟當初我們在預算 一百公里三天 差不多很接近 所以大家的使用習慣 很清楚的可以反映出來 更重要 或者我們最重要的是 在移動時 留在這個城市裡面的空氣污量 跟這個碳海可以接近到設備 所以我們相信 一八一九這個交通意外的數字 它可能因為管制 或者更好的交通管制 或者更嚴謹的發照方法可以減少 但是八千六這個數字 希望透過更多的人使用 綠燃交通工具 而逐漸的套裝 OK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報告 給大家聽見 謝謝